生命权教会的基因 其中一部分是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 成为有使命的人和教会是什么意思呢 成为世上的光和盐又意味着什么 圣经非常清楚的说明 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雅各在圣灵的启示下也告诉我们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前程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同样的以赛亚书说明 神所喜悦的进食方式 在以赛亚书58章第六节 我所拣选的进食 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 卸下恶上的锁 使被欺压的得自由 折断一切的恶吗 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 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 剑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 顾续自己的骨肉而不隐藏吗 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 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 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 生命权的会友们 神呼召我们成为有使命的教会 和有使命的人 委托我们完成主的大使命 赋予我们责任去照顾周边的穷人 病人有需要的及孤儿寡妇 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命令 这是我们献给神最真实的敬拜 生命权的会友们 你是否愿意加入基督的身体 成为世上的光和盐 你是否愿意在巴西利 榜鹅 圣港 丹宾尼 以及新加坡各地发挥影响力 并为主耶稣的缘故祝福列国 我们能否按着神的呼召 成为有使命的教会和有使命的人呢 圣经说 要收的庄稼多但工人少 你愿意成为宣教工厂 末世收割庄稼的一份子吗 马太福音第五章说 我们是世上的光 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 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散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